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白星宜 欢迎收看台湾一车的一个故事 今天的节目有哪些精彩故事要收给您听 我们快来看一看 小时候会被吵笑过 过小的时候还被人家欺负 我会很难过的哭泣 回家就可能跟阿姨讲 阿姨就会很生气的 然后跑去学校 原来严肃鸡可以有别于传统 不用锅子下去炒 那我觉得很特别 吃三盘会不会太多 没关系 我先生在 草莓也要好吃 一定要来吃 非常的好吃 而且入口即化 然后就是甜而不腻 人生的难题一关又一关 这个大男生始终抱持乐观的态度 勇敢闯关 先天性的心脏亏损和长短脚 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好不容易挨过了开心手术 又再度面临的母亲病逝 父亲再婚离家的打击 还好小小的心灵没有被击垮 反而是越来越坚强 不管是求学 还是创业 或者别人的冷嘲热讽 他永远带着开朗的笑容 现在他骑着脚踏车 买阿嬷口味的麻油鸡米糕 这道麻油鸡是他小时候体弱多病 阿嬷特别煮给他补身体的 他说很想分享这个温暖的味道给顾客 此外每当他踩着脚踏车 迎面而来的微风 也把所有不愉快的记忆都给吹跑了 不好意思 迟到了 下午一点 身材娇小的蔡恩台 终于现身中正艺文特区 迎接她的是一长串的排队人龙 你好 蔡恩台 现在都比较小长 顾不得气喘吁吁 脚踏车放下 家伙准备好 就开始装填暖人胃口的麻油鸡饭 好 三个嘛 等一下下哦 你好 这份五十块半斤 上面还会加鸡腿肉跟枸杞 83年次的年轻小子 头戴格纹鸭石帽 麻油鸡饭和他的装扮一样文青 开卖才几个月 附近上班族还有阿贝 阿姨通通成了铁粉 昨天才吃过第二次而已 很好吃 而且年轻人嘛 总是给我们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们这样很棒 大概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已经很饿了 也还好 为了吃美食排酒一点 值得 它是够 我可以买两份而已 这样吃得够吗 没关系啦 因为我住附近 我会再来排 前面 坐坐坐 被宝贝要推一边去了 多少钱 先走了吗 只有两百块而已 你都压好了 新手创业常常扫到狂风尾 还好危急时刻 高中同学情谊相挺 紧急救援 一个装饭 一个放配料 以超级速度完成任务 我那时候还在国外 然后我想说就是 祝福他之类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的时候 他的客人已经在排了 那你脚会不会睡 不会 不会 你要别煮 对 因为 对啊 中午短短开麦半小时 就得从清晨五六点开始忙碌 来自浊水溪的圆糯米 饱满完整 Q彈有黏性 最适合煮甜粥 寿司和米糕 其实我们洗米 我们都要很温柔地去洗 因为不然它的养分 其实会流湿太多掉这样子 然后洗完米粥 我们还要泡米 泡米大概是要泡六个小时 注水清洗 米池透出亮丽光泽 此时变形的双手渐渐浮现 蔡恩台不止手指一长 个头也矮小 还有一双长短脚 但痛成了它的力量 我从小其实都很乐观 不会影响啦 对 其实就是还是照正常的生活 不会太大的那个 虽然就是有时候洗澡的车 会比较吃力的一点 家中独子 他的到来没有带给家人喜悦 而是一连串震荡起伏 小孩子到快要生了 七八月的时候医生才讲 他有点长短脚 就是有像是糖尸症的小孩 那他说假如说生出来 他很高大 也许就是脑筋的部分有问题 那如果说个子不是很高大 他会很聪明 所以他应该是算后整 那我们也都很清醒 上帝丢了一道难题 他学会把缺陷掏空 五岁动了开心手术 胸前留下一道长疤 任人看了都心疼 但他稚嫩的脸孔 却笑得开怀 这是他解题的方式 我小二年级 他的妈妈走得早 然后他妈妈走之前 很不放心的就是恩胎 所以我有答应说会照顾他 把他抚养长大成人 试一次做这个麻油鸡米糕 因为我妹妹以前 很喜欢吃这样东西 解完一道难题 又一道无解习题要他面对 母亲在他八岁时 心脏病发过失 父亲再婚 重组另外一个家庭 恩台就在外婆和阿姨教养下 长大成人 以前比较好 现在比较好 都可以吃披萨 都不可以吃披萨 对 对啊 今天老人回我就不去了 配合阿孙啦 阿孙要做喜欢就好了 不舍孙子身体病痛又生了一死别 外婆把他紧紧带在身边 不像孙子 反而像自己的小孩 想尽办法做好吃营养的料理 让他脱离体弱多病 其中麻油鸡料理 最让恩台念念不忘 要这么大火来沸 要洗洗火才不会炒饭 用麻油啦薑啦 这样飘味香火 再起来再来挑饭 才会香 外婆在苗栗客家庄长大 擅长做柜包粽等米食料理 潜移默化 恩台也爱上炊烟的气氛 高中如愿进入餐饮科 毕业后到饮料店当员工 也兼做保险 但收入不固定 才会想要当老板 自己发薪水给自己 鸡肉的话我们都用去骨的 比较好的鸡腿肉 然后去把它切成丁 然后之后再炒 然后我们用北杆的麻油 剩麻油去做这个这道料理 想到就去做 101岁的曾祖父无数年 提供古董脚踏车 外婆牺牲玩乐 阿姨也放下餐饮生意 堂哥午休也来帮忙 洗米 切姜 炒姜 处理鸡肉 用纯正的麻油煸出食材香气 每一步骤都不含糊 一家人紧密团结 体力上的不便全都化为无形 他人小志气高 对 而且他很有企图性 然后做工作也很认真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值得赞赏 在印尼的仪仗 特别用松木做了一个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保温筒 骑车40分钟才能到开卖地点 沿路开着音乐 要激励自己 不要放弃勇往直前 曾经被嘲笑过 国小的时候还被人家欺负 我会就是很难过地哭泣 回家就可能跟阿姨讲 阿姨就会很生气然后跑去学校 卖力踏着不愉快的记忆 已经随着阵阵风吹拂面而过 后座六七十公斤的重量很沉 因为还装着妈妈的思念 我小时候对她的印象 到现在已经开始渐渐地迷腐了 没有像过去那么清楚 妈妈喜欢吃的味道 所以这也是一种回忆 而且可以永远纪念她这样 味道是种记忆 当恩台跑外场时 外婆和阿姨也还忙着 清晨买回来的五花肉 趁先做起拿手的咸猪肉 高粱酒打头正 丰厚甘醇味 串进毛孔里 辛香料是这道菜的灵魂 蒜拌提味增香 多种药材配方成的香料粉 是外婆的鸭香宝 它的蜜方里面会加一点黑胡椒 黑胡椒 它会比较香 提香它的味道 黑胡椒 这样 很香 四 五种油 有 可以说吗 可以说 不可以说 你会知道你 我会让你知道你 我会让你说 裹了一层外衣的五花肉 散发出浓郁香气 要放进冰箱腌制一天后 才能下锅 它好香 好好吃 好香 不宽敞的家 客厅是厨房 餐桌成了料理台 友爱嘉诚 这位小小的巨人 一点都无碍 这个案子 妈妈咯 对 阿嬷也像 像妈妈 像妈妈 老妈妈 老妈妈 有的人喜欢生活工作都安安稳稳的 有的人却喜欢挑战 改变现状 像是这个年轻的银行李砖 许多人都很羡慕他这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但是他偏偏想离开日复一日的生活 所以他就回到家乡寻找机会 而他的家乡台南就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对于这个加入战场的新兵 他知道要突围 一定要有新的作为 随着选择在传统的美食加入新做法新创意 咸酥鸡先炒再炸去掉过多的油腻 这道繁琐的步骤果然为他开拓了新的商机 两份十条 把蒜头葱 洋葱水成塔很多家吗 那边是三个三区元的 它是酸一百元 夜幕低垂 招牌亮起 台南东区小吃界的当红炸纸机小雨楼 马步踩稳 双手忙着油炸美味 一刻不得闲 鸡块 凄里香 甜不辣 百叶豆腐等诱人品相 堆满玻璃粿 让人迫不及待 想要一口咬下 他那人不喜欢排队 很紧张 很紧张客人流失 他也会替客人想说 等那么久 客人点牌后 光是油炸 至少要等五到十分钟 嘴里说怕客人等得不耐烦 但萧宇龙坚持自找麻烦 先炸后炒 工序多一道 让等待时间再往后延长 我本身喜欢吃辛香料 可是你辛香料 大部分都是炸完之后 直接洒在咸酥鸡上面 可是那个香气不够 那要把那个香气带出来 是用炒的 咸酥鸡从油锅起身之后 下到炒锅干炒 利用热力逼出油脂 不油腔滑掉 加上葱姜蒜香气助阵 焦宇龙的咸酥鸡 人气强强棍 短短两年 月升台南美食界的 奇迹新人王 葱啊 蒜啊 洋葱啊 非常多 它香 一般的会烂烂的 但是它吃起来会 就很像吃脱鸡的感觉 原来盐酥鸡可以 有别于传统 用锅子下去炒 那我觉得很特别 两个吃三盘会不会太多 没关系有限生灾 好吃到两人吞三大盘 客人小吃当正餐 卖咸酥鸡 小雨龙手底有两把刷子 他正本清源第一步 先选好鸡才能有口碑累积 他的嫩鸡绝不受冻 不浪费新鲜货 昨天晚上或是清晨才杀的 就不会经过冷冻 它冷冻过后 它的冰晶会放大 你今天退冰在腌制的时候 水分就跟着冰晶一起流失掉 有产销履历的电仔大肠小鲜肉 每天下午两点 准时送到店里 小雨龙叫鸡 不爱一般店家常用的鸡胸肉 带皮鸡腿肉 口感滑嫩才是最爱 油脂跟肉汁相对比较多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 肉汁甜分要少流失 口袋成本就得阿萨利 一斤差距三十元 挑嘴歪曲鸡一样在所不习 当然是好吃最重要 对啊 当然赚钱也很重要 可一定东西好吃 大家才会愿意来 店内的人气双塔 除了鸡腿肉 另一个就是口感殆尽的三角骨 鸡的肩膀 因为它有带一些筋的部分 所以像有些人 像我个人拿来吃这个 配啤酒夏天刚刚好 坑骨头啊 很香啊 有好食材还要有对的处理方式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加成效果 盐肉的同时帮鸡肉马砂鸡 让味道渗入皮肉鸡里 腌料特选颜色较淡的日本酱油 保持白肉卖相 爱吃炸鸡曾经做过美式汉堡店 萧宇龙特地来个台美大混血 在台式咸酥鸡里加入美式元素 咖喱粉 洋葱粉 香蒜粉 香芹粉 这一些 对不对 那你现在都讲不出来 比例大家不知道 没有啦 没关系 这种东西我觉得 每一间有每一间的特色啊 要有自己的特色 萧宇龙每样步骤都自己来不省功 别人用腌好的现成肉品 方便又便宜 他宁愿费时DIY 慢慢等12个小时 让鸡肉腌入独家味道 大型连锁 他不可能把这个丢给 某一间店去处理嘛 他一定是我腌好了 可能冷冻或冷藏 我请我的物流司机送到你这边 你炸之前拿出来退冰 然后再下去炸就好了 他不会让你碰到前置 他只让你做餐点制作 可是像那腌好里面的 加了什么 讲坦白的 你也不见得会知道 现在是咸酥鸡达人 在油腻的厨房忙碌 萧宇龙原本是每天 衬衫领带的银行礼专 做了两年 个性外向点子多多的他 觉得日复一日 重复的工作太过乏味 于是辞职去学 爱吃的美式料理 今天假如我要领薪水的话 我就去考公务员 可是我知道公务员这个工作 我可能 我可能会很闷啦 会闷死吧 可能不适合我 那今天既然没有想要当公务员 那又自己创业当老板吧 美式料理学了三年 想要自己开店当老板 于是他离开台北 回到店租相对便宜的故乡 寻找机会 观察市场之后 他发现 府城在地消费 还是偏向传统的口味 于是脑筋一转 干脆来做台式炸鸡 就是因为爱吃 很爱吃咸酥鸡 然后又特别喜欢加什么 蒜头啊 葱啊那些辛香料 然后每次 买咸酥鸡 都会跟老板说 诶我那个蒜头 我说九成塔要多一些 然后 买酒 感觉老板都会想要赏我白眼 好 那既然这东西那么好吃 我就想说那我冲这个 我就都把这元素含在里面 年轻人投入老生意 带来新想法 不只料理做法创新 自己设计店面 搞得像是运动酒吧 吃咸酥鸡也可以很潮 每天开门前 先把当天预计的数量 预榨到七分熟 这是不让客人等太久 又能保持鲜嫩口感的 这种智慧 大部分都是地瓜粉 那我还有在掺些玉米粉 玉米粉比较酥脆 那地瓜粉会比较有口感 那就结合两个 我觉得啦 结合两个特色啦 混在一起 而且像美式餐厅 大部分都是玉米粉的使用量 其实满高的 那就掺一些地瓜粉 配合起来 就吃起来 口感我觉得还不错 爆香热炒的咸酥鸡 吸引了许多跟它一样 臭味香头 喜欢葱姜蒜的老饕粉丝 连原本怕油怕胖 对咸酥鸡敬畏三分的员工 都自卖自夸 违反瘦身戒律 爱上鲜肉味 我们呢 肉真的很好吃 像有时候我吃肉肉啊 吃肉又说 怎么会有那个好吃的 就 那说是几口 对 我说到底是谁发明的 还有变胖吗 我觉得有变瘦耶 董德在大同中创造小异 开店两年多 已经追上众多老摊 小吃市场的后起之秀 也逐渐成了被追随模仿的对象 今天要来模仿 那也OK啊 他等于有办法模仿 也可以帮我推广这个生意 也不错 不没守成规 在传统老东西中挖掘新可能 小雨龙在锅里加入 灵活创意 热炒出细经奇迹 一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富家女 从小就很叛逆 喜欢玩乐 终于有一天 妈妈气到没收她的手机 信用卡还有摩托车 想借机告诉女儿 你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 而是家庭供给的 妈妈说的重话 让这个女生当场觉醒 终于收起玩心 努力工作 创业卖雪糕 她把古早味的雪糕 加入了年轻人的创意 下世年轻人 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她也变成了充满童趣的 老天鹅雪糕 曾经母女的关系降到冰点 现在她很感谢妈妈的那一番话 燃起她的斗志 并且用自己的力量 开创自己的舞台 冰纷仙丽的外衣下有南台湾特色水果 原汁原味的内涵 视觉系的雪糕让观光客驻足 要挑哪一位一时之间好难做决定 需要帮你介绍吗 我们的比较有特色的招牌 是这个杏仁和草仙丹黄 卡花硬雪糕入货的还有童心 小朋友倚着透明橱窗流口水 一拿到手马上摆出姿势 拍照留念 草莓一定要好吃 一定要来吃 一定要来吃 非常的好吃 而且入口即化 然后就是甜而不腻 甜味的话刚好 对 蛮香的 就是嘴巴里面的那个茶香跟甜味 蛮浓厚的 老少贤仪的冰品 七年三班的谢凯文 把它当成艺术精品来制作 但其实初衷很简单 只是要让儿时的传统滋味再度复活 我就是亲戚他们家 是在做传统冰棒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杏仁和草仙丹黄 是他们的招牌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米糕粥 这些是招牌 那它其实已经不被接受了 而且很多年轻人就是根本没吃过这个口味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保留这个 因为我从小吃到大 小时候一只12块的咸冰棒 谢凯文现在用意识的做法 让这一只咸蛋黄雪糕 要至少增加十倍的价值 加入切碎的咸蛋黄 很起司 口感和外形都更优化 紧接更贴近年轻人 投入冰品制作的初期 谢凯文并不喜欢冰棒 一融化就水水的 也不喜欢冰淇淋嫩糕糕 它想要做切于两者之间的雪糕 先上网询问Google大师 结果对冰品的ABC还是一知半解 终于有个契机可以飞往意大利 美式冰淇淋就是有点像 哈根达斯做的那一种 它是甜度很高的 然后在我们这个东南亚的气候里面 你太甜太腻 其实我们吃不多 但我们后来发现 就是做冰淇淋的很大的国家 就是在意大利 它就是做Gelato 那它是甜度在8%以内的 所以是比较适合我们吃 我们才去意大利选 从意大利进修回到台湾 两个礼拜 机器材空运来谈 谢凯文从纸上谈冰 到终于有机会操冰 偶尔他用年轻人的创意 来让古早味别具特色 满足客制化的需求 那一个论坛里面最常说的 就是我的老天鹅 所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成鹅 那我就说 那我们的雪糕能做成鹅吗 所有人就看着我 想说鹅太难了 然后就是可能 他们做了很多尝试 可能用画的 可能用怎么样 就是怎么做都不行 最后谢凯文用鸡蛋冰造型 来做出鹅的头 再用翻糖捏出鹅嘴 口味上则选用豆浆 不脱传统滋味 现在十足老板样 懂得跟员工沟通磨合 但其实谢凯文根本是任性千金 我以前脾气差到会拍桌子摔东西的 我没有工作经验 所以我比较不知道 怎么站在员工的立场 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都用我的角度 用公司的角度去出发 所以我觉得以前 我比较没有同理心 还有餐要上吗 谢凯文的大学毕业后 第一份工作 就是自家餐厅的老板 千金小姐不愁吃穿 但偏偏谢凯文身上 有着叛逆的DNA 尽管母亲极力制止 谢凯文高中时期 就爱去餐厅端盘子 最害怕就是我一出去 就看到我妈的车停在那边 然后坐在车上很累地看着我 然后我就会骑机车 她就在后面跟着我 然后到家里 她一句话也不会说就上楼 我每一个工作大概这样 维持两个月吧 她就会打电话跟店长说 谢凯文她有事情 她没有办法再去打工了 就这样常常被强迫辞职 母女关系一度很紧张 旅劝不听 夜归爱玩的女儿 终于有一天 让妈妈理智现断裂 下了最后通牒 她就说你手机拿来 我手机交出去 付卡 信用卡拿来 你17岁小孩拿什么付卡 拿出来 那个机车摩托车钥匙丢出来 全部都没有她跟我讲说 你其实没有我 你一无所有 然后我就很生气很倔强 当时很倔强 我就跑出去 母亲的一句话 让谢凯文在一夜之间成长 她学乖了到国外念书 但心里总是担心 哪一天习以为常 拥有的一切又会被剥夺 直到这一天 她接到妈妈的破冰岳阳电话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美国 然后也不喜欢念书 所以家人就是希望在这边 可以开一个餐厅 然后找不到人家 愿意来这边帮她 然后我就想说 阿妩好像也应该要回台湾 然后我就在思考我要做什么 然后我妈就找到这个机会 所以有人可以帮她 当然求之不得 当时谢家开设羽球馆 在馆内附设餐厅 谢妈妈给了凯文一个舞台 让她在这里 从门口罗雀的店家 做到现在人气满分 几年前她创业投入冰品世界 当大家一窝风风霜麒麟时 她想做的却是意识古早味雪糕 皮肤上巧克力酱 和综合坚果 设计精巧的雪糕 让人少女心大喷发 蛮酸甜的 因为我选的是葡萄 跟火龙果的口味 对 蛮天然的 对 她觉得她装饰吗 也很特别 就是她有完整的 蔓原莓在外面 就是外面很少见这种颜色 所以她那边选这个口味 投入餐饮业十年 谢凯文三十四岁 养五十多个员工 人如骑兵一样冲突 年轻外表却有成熟想法 我后来开始从这个模式里面去 发现说 原来企业责任是这么一回事的 你要跟员工一起努力 让他们有一个梦 那我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当初那个叛逆千金 变成顶着千金的老板 过去因为靠妈 学着经营餐饮业 十年磨了个性 磨了脾气 有了历练 有了事业 不再害怕哪一天一无所有 新竹有一间老字号的面包店 有卖传统的波罗面包 也有卖熟食卤味 会出现这样的组合 是因为老顾客的建议 当老客人提出 想吃面包又想吃卤味的要求 面包店的兄弟党老板 接下了挑战 一个人负责做一个品项 也做出了店里的特色 现在一甲子的岁月过去了 老板从没改变做事的严谨态度 而兄弟之间团结一心也不争吵 这就是老店维持好生意的成功关键 清晨七点 老店的甜面包 咸面包 还有各式乳味 已经热腾腾上架 看似奇怪的组合 客人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夹 柜台像是吸钞机 停不下来 全神都是我们第一家 很多观光客来 新竹第一次来 新竹就发现很奇怪 怎么面包店有乳味 一旁的小老板罗明德 快手剁鸭 精准掌握每一块鸭肉的厚薄度 忘记到来 咸水鸭一天要卖出上百只 因为温度比较热 现在好像在跳舞的地方 烤鸡的时候温度比较高 温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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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烤面包鸡烤的大鸡腿 一次二三十只 响起逼人 尽管迈向黑漏漏 人气可是红的发紫 现在是年轻学生最喜欢是我们的烤鸡腿 他叫什么美国大鸡腿 因为那些学生取得外号 刚烤出来的菠萝还有法国面包 历经一甲子岁月 始终青春洋溢 是榜单上永远的李一鸣 柯文哲最爱吃的 因为他妈妈每次来 都是买五个六个这样 给他儿子吃 他都比较单纯 比较好吃 77岁的罗爸爸退而不休 每天盯场 才要他镇定接受访问 他又闲不住招呼起客人 菱萝你几岁 两岁 你五岁 没有关系慢慢看 可以进来 这有刚出卤的面包 这边有刚烤的 刚出卤的热的 科毕面包还有华国面包 也正因为老一辈的勤奋不屑 才屡屡创下佳击 1950年代罗爸爸的大哥 在新竹爱乐梦酒店的咖啡厅 学会烘焙后 开启西点面包店 当时台湾经济起飞 肯做就有钱赚 他带着师傅 日也做 夜也拼 就希望一家子能脱离贫困 那时候台湾有没有 顶老刚进来的 中校东路有没有 中校店的时候 他还带我们专程去看 那个顶老的法国面包 它是那个 那是真的正常的法国 当初台湾还没有 一个旋转炉烤路有没有 一台机器有两百多万 结果老板带我们去看 买了回来吃有没有 结果之后他不接受了 他说这个 比一比薄米酒还没法吃 用这些不兴趣 老老板对法国面包不看好 刘师傅却没放弃 他把法国神父提供的 面包配方 法国粉 盐巴和酵母 打掉重炼 该以全蛋 奶水 起司粉 还有奶粉 结果做出来的法国 没了巴黎铁塔的刚硬 却有了夸多的柔美 营养不是很高 那个民国六十四年的时候 有没有 那时候最高峰的时候 一天 一两千条大小就加起来 真的 那时候生意最高峰 改良后的台湾魂发包 添了奶味大受欢迎 刘师傅说 下重本绝对是成功关键 除了用进口奶粉外 还用到一公斤四百块的椰子油 前程我可以讲 没有人用这个油 真的 这个里面有一种油 你闻闻看这个香蕉 特别不一样 椰子油 纯的椰子油 你讲出来了 对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这样的椰子油可以怎么样 这香味 蒸它的香气 会吃这个法国面包的人 都是很内行的 很内行的 法国面包大卖 现今多到得用面粉袋装 老老板洗上眉梢 包了个大红包给刘师傅 他立刻打了金戒指 记录辉煌岁月 六十四年到现在 我这后面再来日期 六十四年 四月十一号 所以后面还打日期后面 就这样 对 我当时这个是买到三千五百块 那一只才七百年 五只三千五 同一时期 菠萝也向螃蟹大军 占据台面 小小的一个 研发出好几款口味 奶酥 杏仁 咸奶油 和香草 最早期应该是从日本 转过来的 因为我们写图的时候 有没有 就有这个面包 那所以日本的话 以前叫做阿姨之铁 后来台湾的话 就等下改了个名称 改了我们来这里 就改 开始就是香草面包的片菜 这已经几十年了 菠萝面包 酥中带脆 还藏着咸甜味 三两口就可以吃光光 老老板做事 讲究诚信 该用的原料绝对不省 该进行的程序时间也不偷工 日积越累 菠萝包人气就像盆射机 一飞冲天 成了震电宝 烤是比较快十几分钟 不然五十分钟就好了 它主要是发酵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在烤的时候 对 发酵好后烤的时候就很快了 发酵有多久 发酵大概 你一块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要 像这个进口的一头 它现在差不多是五六千块 二十公斤 菠萝面包刚才讲 一千要一千五百多个 一个面包而已 一种香草面包 效率是最好的 早上差不多大概 早上开店有七点多 大晚上有九点多 十点打烊 一千五百多 七点面包卖得恰恰 有天外省客人进门 希望也能吃到熟食 排行老四的罗浮熊 才会加入大哥的战局 在面包店里做起卤未来 田中啦 田中台北北 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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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法很幽默 欠背用 头发花白的罗爸爸 风趣随和 不摆架子 年事已高 还是喜欢劳动 原本在外地工作 大哥号召下 才进到店里送货 对熟食一窍不通 但遇上店里热情的顾客 也就打鸭子上架 我们的推势 我们的母亲是南京人 我们的常客来问问 哎呀 你们的面包卖那么好 都不做点卤菜 我说不想做啊 他说回到国来教你 官夫人口中的卤味 就是家乡最出名的 南京桂花咸水鸭 田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要汇也要缴学费 代价是什么 钱啊 当年是交了多少学费 他说他要我们二十万 二十万都我们说不要 二十万那个很大 五十年 五十五年大概二十万很大 结果我们还谈不说 没有那么多钱 没钱怎么办 罗爸爸以一只鸭 十块的工钱 帮官夫人腌制 慢慢摸索 也抓住各种学问 主要是桂花 看南京人说是桂花香 八角花椒 桂木 橘子皮 要腌两个小时 井河家 它就是南京人 它的大菜 它的名菜 南部打底的鸭子 在送来北部继续养大 直到五斤重 才达到美味标准 抹过盐巴后 泡在桂花香料里 多达十几种的中药材 经过高温 斟酌 闲水鸭变得皮白肉嫩鲜美可口 还荣登新竹十大伴手礼 新竹很多外省人 就是清华大学教授 交通大学 这些匠官还有空军的 他们阶级比较高 钱比较多才有吃这些东西 学得一味又变出更多味 卤鸭留下的汤汁腌料 是名副其实的鸭香宝 再加入各式中药材 又可以卤出其他品项 大到牛肉 捆蹄 猪脚 牙翅 小到海带 豆干 五香蛋 统统供应 这些是豆蔻 肉蔻 肉粿 有很多种 它够用这样下去熬 肉汤就会香 还有一个豆油 一个小酒 这都是广东人 四川人 他们主要吃重口味 我们台湾人以前就不吃 但是说现在吃起来 台湾人也说好吃 西点面包开卖 领先新竹业者 加上独家鲁味贩售 生意蒸蒸日上 最后大哥 二哥移民 美国和澳洲 罗富雄舍不得离开 就买下所有股权 继续在新竹打拼 我爸爸妈妈就讲 帮你们千万都不要进党 所以我要讲我大哥大嫂也 非常好 他有尽到这个爸爸妈妈的责任 过去 罗家人因为太穷 才会从山里来到城市奋斗 兄弟团结一心 遇上各路人马相助 海纳百味的面包卤味香 至今散发质朴气息 陪着封城人走过 还原欢乐每一刻 金山有一家牛肉面店 老板夫妇曾经忙到 根本门时间照顾孩子 儿子都还没上小学 就得在店里帮忙端菜端盘子 那个时候还有热心的外国客人 透过翻译告诉老板娘 愿意收养她的小孩 给孩子关爱还有教育 客人的这一番话 让老板娘难过的当场掉眼泪 但是这一段辛酸往事 却没有阻止第二代接班的医院 因为做儿子的 已经把童年的磨练经历 化成传承父母手艺的正面能量 墙面上智能的线条 描绘出我的爸爸 这一张儿子画的图 林宗庆用来提醒自己 就算在忙都别忘了 面对客人要笑口常开 现在的他为儿子打拼 认真地煮着一碗入魂的牛肉面 尽管时空背景勿换心仪 但是为了生计 父母为了儿子打拼的场景 三十年前就曾经上演过 角色呼唤 刚开始会不会不习惯 不会啦 因为这是一种传承嘛 本来就是浓浓以为这个 传承年轻人去接受 这是真正常的事情 来 里面这个 煮好的面条上放着卤到软嫩的牛肉块 淋上汤汁 撒上大把葱花 成就了一碗色香味去全的牛肉面 这个肉也是真的 它煮得很烂 但是它有嚼劲 这个很有嚼劲 很棒 也那个小菜也是很棒啊 对 因为我吃到痛苦流泌 真的太感动了 上岸的时候都会吃一点蛋白质 牛肉就是丰富的蛋白质啊 所以这是金山必吃的 可以这么说啦 汤很浓郁 有用心去熬出来的啦 然后肉呢 不柴 很软嫩 不一样 有些吃不到 北北鸡最强的 真心亏见 北北鸡最强 强的是道地川味 强的是浓烈人情味 强的也是在地美味 这一碗家传牛肉面 最早是林宗庆的妈妈 跟外申老伯伯学的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可以热卖四百碗 从小林宗庆就是爸妈的小帮手 这个儿子我没有请人 这两个月都可以 四岁六个月都可以 他真的很乖 他个子不管了 我没有请人都 给他给我太满香菜 只有面不敢让他断 面有热汤啊 热到就做不一样 小时后林宗庆就很贴心 看着爸妈忙得团团转 他也跟着在店里穿梭 点餐送餐 有时候林妈妈只顾着 喂饱客人的肚子 却忘了儿子也会饿肚子 直到林宗庆饿到肚子痛时 已经是晚上十点 已经十点多了 就怎么整天都还是冷 心里都会咒骂 不要再来 会怕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年轻也很拼 连过年大年初一什么 都没在休假 全年无休一直做一直做 我就看别的小朋友都去玩 我每天都在那边接受这种折磨 林宗庆的童年都耗在牛肉面店里 认真勤奋像水牛一样任劳任怨 直到家里收到了入学通知单 甚至有外国人想要领养林宗庆 林妈妈才想到店里不可或缺的小帮手 应该要上小学了 怎么每天来都是看他 在那边端菜了 收完了 就有一天叫一个欢迎来跟我收 这个小孩留在店里 这样太可惜了 可以让我带回去英国 我要好好栽培他吗 当下我真的眼泪都掉下来 我不知道我疏忽掉了 这个是做妈妈的不是 生意太好 没有办法好好养小孩 妈妈的心酸 爸爸的辛苦延续了二十年 渐渐的年纪大了 体力不堪负荷 两老决定裸退 老店在两千年时画下休止符 这种行业很辛苦 不希望小孩子那么辛苦赚钱 希望他往别的方面去发展 长大后 林宗庆做过汽车杂志的记者 也从事过殡葬业的业务 也许看过太多的无常 林宗庆反而想在柴拟油盐的日常中 寻找恒常 而南海中浮现的正是牛肉面的味道 你说道地与否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记忆的味道 就我小时候吃到那个老伯伯煮的东西 还我父母学到他技术之后煮出来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可能阴在我的脑海里 那印象会特别深刻 干嘛不回来开店 这个问题被问久了 林宗庆起心动念 觉得应该要把家传的味道延续下去 就这么被客人拱出来 但是父母亲通通投反对票 差点就引起了家庭革命 可是爸妈不希望你做啊 那你后来怎么决定一定要做呢 用骗的啊 好骗 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他讲说 我工作辞掉了我不干了 如果不愿意让我 不愿意协助我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我也不去上班了 当时年过三十了 林宗庆有了牛脾气 一心想让中段十五年的味道 重新飘香 前三四个月 父母进驻店里全力技术支援 但是旧事例跟心愿景难免冲突 两袋间摩擦不断 渐渐的林宗庆得到越来越多客人的称赞 父母才安心的退居幕后 老人家是这样 他在旁边看 看到你做得很熟悉了 然后一些老客人 可能也给他一些意见啊 说你儿子做的可能 有把他味道找回来 或者说不输给你们 那他觉得很欣慰啊 然后就渐渐的就退出去 小时后顾外场 现在内外兼顾 夏天所有的锅炉 墙墙棍 火力全开 林宗庆仿佛置身烤箱 我自己无聊 南温度计测过 最高有到四十八度左右 人家送货进来 都说老板你漏都要熟掉了 他讲说其实不是漏啊 你要小心地上都有 我身上流下来的有 我比较滑倒比较重要 既然选定了走回餐饮老路 汗牛夹背是家常便饭 林宗庆在忙碌中 再度地感受到当年父母亲 如何靠着牛肉面 辛苦拉拔孩子长大 曾经走入历史的味道 因为顾客的不舍和青睐 重新开张 赢回旧与新知 林宗庆传承爸妈的好手艺 也要让这一位 不只是金山人的美味 过去不愉快的记忆 就让他随风而逝 不再去想 这是米糕店的老板 他分享的 怎么样走出伤痛的方式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